我們民建聯是全力支持政府這個普及檢測計劃的 我們早在7月初已經在立法會公開要求香港特區政府 請求中央的協助派人和物資來香港支援 讓香港所有市民都可以做免費的檢測 所以接下來政府就提出了這個要求 我們非常多謝中央政府派員下來香港 協助我們做這個全民的檢測 最遺憾的就是香港有一大群人 包括今天出席的一些反對派的議員 出席內會的一些反對派的議員 仍然都在那裡妖言或中 仍然都在那裡去抹黑這個全民的檢測 雖然我們各個的議員 政黨和政府官員 多番在不同的媒體裏面發言 都是告訴大家 今次這個全民檢測 其實是希望盡快可以找到社區的隱形的帶菌者 盡快可以切捲這個傳播鏈 讓香港可以重啟經濟 這個是救命和救經濟的一個措取 希望全民都可以多些市民可以參與 但是他們就抹黑成為 剛才許智峯在內委會裡面 仍然都在那裡說 全民檢測等於健康碼 等於DNA送中 等於監察香港市民 這些全部都是亂說的 全部都是一些抹黑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今次的全民檢測 雖然我們很希望盡快推出這個健康碼 但是今次的全民檢測 並不等於這個健康碼 反而如果我們越多市民可以參加這個全民檢測 讓我們香港的疫症可以受控的話 就才有機會真的可以推出健康碼 讓我們現在很多很需要回內地探親 又或者工作或者做生意的市民 真的可以拿著這個健康碼 可以自由在大灣區裡面出入 在國內裡面工作 但是現在我們就面對一個困境 就是因為這些抹黑 令到有些市民卻步 所以在這裏我們再次呼籲 香港政府再更加大力去打擊這些抹黑的謠言 亦都在這裏呼籲希望全港市民 積極參與這個全民檢測去的話